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喜哥 我們是喜5 晨早新聞報寸,天氣女郎 早安,各位 今天天氣酷熱 短暫時間有陽光,也有幾陣趙雨 最高氣溫約33度 稍後趙雨較多 局部地區有雷暴 吹和喚的西南風,寧岸風勢間中清淨 接下來幾天都是幾多趙雨 還有雷暴 一直到下星期三都不多好天 昨天先說奧運 有兩個地方首奪金牌 第一個是菲律賓 第二個是中華台北 厲害 菲律賓女子舉重 中華台北又是女子舉重 中華台北那個才厲害 超級厲害 那個女子是亞美族 她不是很大舊的 而且她是想衝這個世界紀錄 最後驚險 她失敗了 整個摘落自己的地方 其實隨時斷手斷腳 因為這些比她的體重重很多 雖然她最後失敗了 但是她最後也是奪金 那真是相當恭喜 奧運看到很多夢想 很多夢 有些說是年紀最大的男人 就得到射擊冠軍 香港也是游泳 還有比堂波已經進身了一個較好的成績 希望香港可以奪到第二金 相當精彩 奧運 好 那說起這些競技 昨天香港很多地方都有打鬥的情況出現 可宜半島港鐵站變成擂台 兩男人就玩拳擊比賽 打起來 凌晨 28日凌晨 剛剛是剛才的 在網上瘋傳了一條40秒的短片 看到一個黑衣的男人和一個紅衣的男人 左攻右有攻左的互相打鬥 在月台上擠滿乘客 接著就說打架 因為爭執後就把背囊放在地上 然後就打起來 直抽吧 真的打起來 她說有乘客和港鐵職員在旁勸交 最終兩個人就停手 停手是醒目的 我真的 我之前有些朋友打慣交 打完之後打了一陣子 就說 現在很停 不停 一警察來就兩個都被抓 告訴你 你跟別人打架 你最重要會說這句 不小心打起來 最重要會說這句 因為一吐鬥就兩個都被抓 你自己停手 兩個當和解就算數 昨天在喝醉酒關注組裡 有人喝到整個頭塞在垃圾桶裡 你看到的 在圖座這樣 很有趣 大家自己 不要走錯 在地鐵上 還有其實有CCTV 不過警察這些都未必會做 雖然現在戴口罩 拍不到你的樣子 但你們自己OK 沒事 最後握握手 應該就沒事的 昨天有一宗很驚險的交通意外 貨車在葵青交匯署 有片看到 無端的一個大貨車向後流 哇 你途經有些電單車 原來司機 應該是心臟病發 突然間 車向後流 在網上可以看這片 因為我一圖有限 很恐怖 無端滑下去 然後撞到後面的車 是啊 昨天早上11點 四車連環相撞 因為司機 開車時身體不適 懷疑是心臟病發 貨車停泊在荃灣路萬線 但應該有暗車 沒有拉到handbrake 車突然間向後流 哇 又有那些電單車 那些小車經過 撞了幾架 撞了一輛旅遊巴 一輛的士 和另一輛貨車 事後司機由救護車送院 情況危台 危台 他本身已經停了 知道自己出事了 這樣 但一樣發生了一些意外 好 再講講國安法 那昨天那個 罪成首中國安法聆訊 唐英傑被裁定煽動 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 罪名成立 在去年七一 駕駛電單車 展示光時的旗幟 其間撞向警方的防線 令到三名警員受傷 因而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的罪名 這樣還沒判刑 不過就是入了 罪名成立 他24歲 任職是應 判刑的時候尚算輕鬆 表情是冷靜的 離職時也向公眾揮手 這個罪最高可以監禁十年 至於恐怖活動罪 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這真是麻煩了 判了之後 有三個法官收到炸彈的恐嚇 揚言會放人肉炸彈 消息指可疑電話恐嚇三個法官 究竟是否呢 他有這樣說 暫時沒有人被捕 交由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跟進 那 再說 這件事比較juicy 大家看到封面就馬上飄進來看 因為一個月內再次發生 有警員涉嫌在警署裡面 偷拍同事 即是都是警察 嘩 又來? 對 偷拍同事去廁所 消息指 27日下午 官堂警署一名女性民職人員 即是女警民職 在女廁裏面 柯鼠鼠 去廁所 魚廁 不知大還是小 突然間發現有人用手機 向他進行偷拍 女受害人見狀追出去 對方逃走 受害人隨後向上級舉報事件 經調查後相信事件涉及一名男警員 據了解 涉案男警唯一名剛剛出班報內的新澤師兄 剛剛受訓員出來的 他現在是隸屬軍裝巡邏小隊PSU 涉案男警尿章被停職接受調查 這樣 因為本月 其實是今個月 都是七月 有同類型發生 上次是葵聰警署 一個女督察 那個是以下犯上的 在警署裏面 又去廁所懷疑被人偷拍 那 相信案件 就 之前 有多次 原來是說 是 就是一名男警員 那 因為都找到其他偷拍的照片 有其他偷拍照片 不排除 有其他女警曾被偷拍 有這樣的人也有 神經病 那個新聞已經是 剛剛這個月才發生 眾知法犯法 真是離譜 簡直是 還要剛剛出學堂 沒有活耐 就是停職 其實這些一定要嚴懲 另外 官堂 剛剛說的 官堂另外一位中二學生 家裡收了一把蝴蝶刀 涉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那為什麼家裡有一把刀也會被人找到呢 就說被捕人士有新議案的背景 有大部分武器收藏在背包裡 噢 即是他拿了工具 初步相信家人就不知情 但搜到出來就挺有趣的 我告訴你 即是沒有辦法 那些圖有限 他拿了很多武器出來 那些警察拿出來 全部都是鬼滅之刃的那些刀 那 那麼 蝴蝶刀就真的是武器了 你究竟他是一個武器收藏的人士 還是什麼呢 還是什麼呢 因為追查到他有黑社會背景 他被捕男生 在兩個月之前 相認一名十八歲青年做大佬 有人聲稱受指使收藏武器 沒有收取報酬 你看到 如果你上網看 官堂這件事 就會見到收藏了很多鬼滅之刃的刀劍 那麼大量武器 入了他的數 一把蝴蝶刀一把匕首 四把武士刀 四把都是那些什麼 炎柱啊 有人就說什麼 懷疑殺鬼隊被人捉了 因為四把武士刀四把都是玩具 那麼一個打火機型的電槍 還有一個鐵蓮花 一支就是雷球軍 一支新宿棍 那不行 就算沒有那把鬼滅之刀 你也是管有攻擊性武器 讀中二 就是黑社會背景 家人就不知道 以為他是玩玩具 原來管有攻擊性武器 最高刑罰是五千元 以及監禁兩年 叫人不要以身是法 也叫家長 教師和社工 多點關心年青人 那你收回家也很難關心 很難關心 收回那些武器 總之有什麼異樣 我覺得先不要放棄年青人 不要說這些壞人 多點跟他們聊一下 有交無慮 另外 剛才說過打架 有一個紋身女 喝醉酒 那朋友就扶她 扶她 這件事很血腥 把圖不貼出來 不是黃標 一定是黃標 那朋友扶她 那女兒就發酒癲 叫她走開 那些 那有個正義男 多事 都不是多事 上前問問都可以 但你不能打別人 成頭血才行 他懷疑她的朋友是執屍 懷疑她不認識那女兒 之後就打她 打架 那女兒的朋友就不夠那個男人打 就被人打到整頭都是血 整頭都是血 之後警察介入 兩個都被人 剛才被人 吐鬥 公眾地方打架 被捕 所以我剛才地鐵那件事 你打起來不離開 你不和解 警察來到就兩個都被捕 現在就兩個都被捕 其實是一場誤會 其實這些 你見到有事的 就報警 這女兒不是你的 你打到別人成頭血 你就真的 做什麼呢 所謂的正義男 就以為有人被人欺負 就欲侵犯女事主 就建議勇為上前制止 就跟她的朋友 產生誤會 扭打作一團最終兩敗俱傷 頭破血流 還說到那個喝醉的男朋友 白衣就變血衣 整身都血 打到真的 不用這麼狼死 子哥為母 這些都是離譜 子哥為母打到 夠就停 打到別人 打到Blackjack 真的 爆肛了 這些為止 那 真的不對 好 再說一宗 離世前 大概一個月左右 打了疫苗 中港司機 觀心病死亡 遺商 轟當局 沒有交代死因 追問處方 就是觀心病 交代死因 那你問她什麼死因 那你現在沒有疫苗關係 就說了 但是遺商 即她老婆 就覺得是 應該有責任的 政府這樣 她說 我跪下哀求 救下我老公 她只有39歲 39歲了 這個男人 沒有了她 就成頭家散了 正值壯年 今年五月底 就昏迷 宋怨不治 就說 其實 這個男人 有多年的吸煙 習慣 但是沒有長期病患 就說 離世前 就接種了兩劑 Biontech 復必泰疫苗 她老婆就懷疑死因和疫苗有關 但是政府就從未聯絡交代事件 有這個報紙就去跟進 但是就說沒有臨床數據證明顯示和疫苗接種是有關的 也說 觀心病不是一朝一夕出現 這些一定是 有一段時間 形成的 觀心病主要是那些血脂 血栓塞住心血管 以致心無法泵到血正常運作 你說疫苗會不會令到有這些血脂聚集呢 也有說過是會的 但是這個嚴重導致死亡 關關疫苗市 留給專家說 搶救的時候 打多劑的強心針是無效的 就說這位39歲的中港司機 衛免經常做這個病毒檢測 就在3月和4月分別打兩劑Biontech 然後掃到胸口痛 因為打完這些針之後 也有說過有這些心肌炎 所以就是 但是他也有其他的問題 就是發燒 吃了藥退燒之後 突然間有一晚 就不惜倒地 就叫白車 去到那些急救人員就跟他做心外壓 醒了 一醒大急轉直下 就說他裡面有血管塞了 就說他觀心病 這就是報紙的陳述 那4欄如何呢 就這樣了 不就怎麼樣了 再說多一宗 這宗一定要說 大埔9巴19死車禍 其實就是之前發生的 這宗很大件事 就是2018年2月 剛剛才判的 判什麼呢 就是終身停牌 還有就是入獄的 是入獄的 是入獄的 他呢 這件事就是囚十四年的 司機說自己奉公守法良好市民 法庭就駁回 小道消息 因為我們也熟悉了巴士群組的人 這條混蛋 他第一天出了這些事 就是毫無悔意的 我想說 其實很多巴士司機都知道 因為他們的群組裡面有很多巴士司機 發生這麼嚴重的死傷的車禍 當時說過 當時說過的情況就是 有些市民就不斷的 又說他開車慢 又說他遲開車 他就加速又變彎 最後撞到整架翻側 就削了整個車頂 有部分的人是即時死亡的 當時有交通警去到的時候 就說這件事要交給重岸組 原因呢 他不是普通的車禍 他是嚴重的 很多人是被人削 上層是整個頂削了 有些人是削了頭 支離破碎 那些人 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年長的人 我記得這件新聞是入馬場 好恐怖 是這樣的 然後呢 那一晚在巴士群組裡 有人說 即是 怎樣呢 他說是 是不是這些 對了 他就怎樣說呢 他說 有風傳 巴士司機因為這件事 就說有這樣的意外 這個混蛋還說 你們不用跟我宣傳 明天看A1 有我的新聞 你造成這麼多人死亡 你完全是沒有悔意的 他覺得自己是明星來的 那一刻 是啊 他覺得自己是明星來的 他完全不會收斂他 所以他還說自己是良好市民 他想不滿 就被停牌 我覺得這些人 應該是中身監 我告訴你 死了19個人 那一件事的意外 你不喜歡 你就不要開 你就停了他 你就沒有上班 你現在也沒有上班 反正 但是你如果一時之起 累到這麼多人死了 根本那些人是無辜的 所以這件事的法官 其實你說判他終身停牌 我覺得判得輕 我覺得判得輕 十四年 十四年是太少了 對 五殺籌十四年太少了 他一單五殺而已 十九個五殺 你就加上去 老實說算判得輕 老實說這些人 不應該 不應該是 因為他心理是有問題的 這些人 他覺得這件事是厲害的 所以 有時候法庭的事情 真是 不知道那些死難者 會不會覺得 是一個交代 但我自己就覺得 這件事判得過輕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麻煩喜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鈴 分享出去留言給我 我們下條影片見